陈梦终于改口了 大战了顺杀 队友个个都很厉害 国拼才强大 而且呢 暗示了陈梦他的时代还没到来 那么大梦是否是国拼真正的一简呢 谈到我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阿信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共同跟大家聊到三个点 首先是第一个点 那就是陈梦他跟顺杀 接受的访谈节目 而且呢 这个节目可以看得出来 陈梦跟顺杀 两人都是非常友好的 相互捏着脸 而且相互依靠着有说有笑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说在赛场上 陈梦跟顺杀 两人是互为对手 但是呢 回到了生活当中 陈梦跟顺杀 两人的友谊 非常的深厚 其中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这个访谈节目 就重点针对了 陈梦他跟顺杀 两人的一个评价 以及呢 我们回顾起 陈梦之前所表示到的 那么他的时代 是否真正到来了呢 其中我们再来了解到第二个点 当主持人有问到了陈梦 对于顺杀 这名对手 到底是怎么评价的 那么陈梦呢 他就变得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低调 而且呢 情商啊 变得很高了 对比起以往 他所表示到了 我的时代到来了 确实 大不一样了 总的来说 也就是 陈梦呢 他终于改口了 因为呢 当陈梦 他被问到 莎莎 这位对手 怎么样的时候 陈梦呢 就大力夸奖了 顺杀 他所表示到啊 顺杀呢 是作为国拼 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 而且呢 是非常强劲的 一个对手来的 那么其中呢 只有国拼的队友当中啊 个个都变得非常厉害 个个都很强大了 那么我们国拼队伍呢 总体的实力 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且整个过程当中 陈梦他也肯定了 自身的实力 他也有谈到啊 我个人的实力呢 厉害的同时 也希望呢 顺杀和王曼玉等人 他们的总体实力 也会更加的厉害 那么国拼队伍呢 才能包囊比赛的冠军 从陈梦的这一方谈话当中 看得出来 他的格局越来越大 情商越来越高了 既肯定了顺杀他的实力 而且呢 也肯定了自身的实力啊 对于整个国拼队伍的 总体阵容跟实力呢 都是竖起的大拇指 都是表达了夸奖的 那么是否意味着 陈梦他之前所表示到的 他的时代 现在呢 要发生转变了呢 我们最后再来了解到 第三个方面 那就是陈梦他的这一方谈话呢 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暗示了 其实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表示到啊 他自己很厉害 同时呢 他的队友 各个都很厉害 国拼才会越来越强大 他明确的认知到了 其实陈梦他个人的实力 跟顺杀的实力 差不了多少了 而且呢 另外跟王曼玉的实力 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啊 简单来说 也验证了 刘国良之前所表示到的 其实梦杀于三人主嘛 三个人的总体实力 说不上谁 才是真正的一姐 因为大家的总体实力 都差不多啊 所以呢 陈梦他就明确改口了 明确躺到了 也意识到了 其实他跟顺杀王曼玉 三个人呢 总体的实力 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他也希望呢 他自己变得很强大 队友呢 个个都变得很厉害 这才是他接下来的 期待和目标所在 对陈梦 还是不是国拼真正的一姐呢 还需要在四拼下当中 得到验证啊 一旦陈梦 他在四拼下当中成功独贯 同时他能够成为 女拼队伍当中 又一位的大满贯选手 这就意味着 他可以真正意义上的 成为国拼的一姐 而且也验证了 他的情商 逐步的提高了 确实陈梦很值得点赞 那么大家对于陈梦 他大力夸奖了顺杀 而且他表示到了 他的时代 目前还没有到来 这种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 给阿仙的视频点点赞 我们下期接着分享 感谢大家 下期